新闻神医度 C15一假期的最后一天 高速交警正亮 铁路客运员刘一秋 也和他们的许多同事一样 迎来了最忙碌的时刻 来看报道 高速交警正亮正在处理一起 发生在西小江大桥的 五车追尾事故 按行车方向的顺序 依次收集现场照片 登机信息 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 正亮有条不稳的和五位车主 一一进行沟通 从早上8点半到现在 他已经接手了近30起事故 平均不到10分钟就要处理一起 一早上都在不停地说话 但是手边放着的那瓶水 正亮却一直没有时间拧开 事故量很大 我们尽可能争取时间 天气也不好 让大家早点处理 早点回家 五一期间 杭州强区高速总流量 达到了355.1万辆次 日均流量88.77万辆次 相比去年五一假期 上升了91% 今天返程高峰加上强对流天气 对正亮这样的高速交警来说 更是忙上加忙 直到下午1点 他才有时间吃中午饭 这时候盒饭已经在桌上 放了一个多小时 没吃上几口 又有车主来找正亮处理问题 根据交通部门预估 今天的返程高峰将从中午的12点 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 正亮和他的同事们 也将站好五一假期的最后一班赶 为旅客尽早到家 做出自己最大的努力 科运员刘亦秋的工作 是服务重点旅客 今天上午 他又取接一名盲人旅客进站 他应该是自己已经到这边了 然后门口的话会喊我们 然后这样怎么去接他 办好手续 联系该班列车列车长 刘予秋一直要帮助旅客进入车厢 就是带他把他引导到座位上 然后到合肥站 我们再找工作人员 就是合肥站的工作人员 再把他对接一下 刚把这名旅客交接好 乡林站台有一名老年旅客 需要轮椅 刘予秋又重新返回服务区 推上轮椅 再次赶到站台 我们怎么办呢 这么多路 出站进站 而且老人他是电梯 他根本没法坐 是吧 我们讲的无障碍 只能够用个轮椅 我们是带不了来 但是有这个服务 当然很好 非常好 刘予秋说 五一期间 他们最多一天要服务 20名重点旅客 虽然来回奔走 但是大家都没有怨言 这个岗位的设置 就是为旅客服务 累一点也是应该的 因为觉得还是 挺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然后每个岗位 都有每个岗位的意义吧 浙江台报道 五一期间 在许多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 不少建设者依然坚守一线 开足马力 赶工期 抢进度 为工程早日竣工 贡献自己的力量 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进行着 土房开挖 基础电层等施工 眼下该项目已完成 90%的装机施工 五一期间 工人们坚守岗位 确保施工进度 8月30号 这里地下是两层要结束的 这个时间很紧 我们赶工期的 也有这个责任在这里 我们因为前一段时间 疫情的这个影响 对我们整个后续的 一个大的组织安排 有一定的影响 正好我们在五一期间 想把这一段 之前损失掉的工期 抢回来 为后续的这个 工程面的正常开展 创造条件 据了解 杭州西站枢纽 是打造轨道上的 长三角的重要节点工程 项目于2019年9月动工 预期2022年杭州 亚运会前 具备通车条件 在省终点工程 宁波环城南路 西岩工程的一处 施工现场 挖掘机 钻孔机 在工地里来回穿梭 来自四川八中的 钢筋工赵中国 早上七点钟 就来到了工地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维护结构 已完成百分之七十四点四 主体结构完成百分之二十点五 累计完成总产值约1.3亿元 那我们下部计划是增加机械跟人员的投入 力争在六月初把那个机坑土坊全部挖出 然后争取在八月份完成整体主体结构 过来过来把这里刮一下 刮一下 把木研石上面弄一下 在瑞安的一处重点工程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配合大型机械 为主干道铺设最后一层历青 五一期间 项目的500多名施工人员都选择坚守岗位 因为这条凤凰路是我们这条路 经济开发区的主干道 为了顺利地完成这个工期 所以我们五一价钱也没有放假 据了解 该项目包括9条市政道路 14座桥梁 全长17.3公里 总投资估算约12亿元 目前已完成总进度的88% 因为道路是整个园区的一个流通的一个保障 也是企业建设的一个保障 投产的一个保障 我们只能是加班加点 尽快地保证道路的一个建设 浙江台报道 大屏幕上的这位老人名字叫做雷延德 他是里水云和的一名黑木耳种植专家 去年3月年过6旬的他 振赴新疆阿克苏地区 帮助当地的贫困户种植特色农产品 这个五一假期他步履匆匆 平均日行3万步 为的就是帮助农户们增产增售 可以盖一层 可以盖一层吗 盖两层的话 现在这个温度就应该比这个会低 现在是 刚好27度了 采摘园里雷延德知道农户种植黑木耳 这个点把栽培要点讲明白了 他又立马赶往下一处 现在去预期考特乡 阿其敦村 去看它的木耳 有些在采摘了 有些采完没有 阿其敦村的贫困户 今年刚开始种植黑木耳 对操作流程还不熟悉 雷延德就一次次来 一遍遍教 直到他们学会为止 这样拉紧 这样抢了 这样的 就抢 对 现在行了 聪明 要客气 这个是好像当老师一样 不管哪个学校的老师 他都有耐心 我们过来的云和师傅 全部都是毫无保留地交给他们 一天九个种植点转下来 雷师傅累计跑了120公里 微信步数也超过了三万步 早上基本上十点出门了 晚上就 有时候就 七点也不一定 八点也不一定 再有时候就九点回来 甚至有时候十点钟才回来 雷师傅说 这两个月来 他就休息了半天 一天不去大棚 心里就不踏实 这个木耳好的心情就好 好像带小孩一样 小孩一天一天长大了 这个木耳一天一天长大 踩了他就出来了 心情就好了 一点累就晚上喝点小酒 睡一觉就好了 上世系九十年代 雷炎德开始学习种植黑木耳 之后辗转湖北广西多地 帮助当地贫困户 种植黑木耳脱贫 去年三月份 年过六十岁的他 主动报名到阿克苏 以前我也有人帮忙 我记得我那时候 我什么都不懂 现在他们 对这个木耳这方面 他们没掌握技术 所以我就 好好的教他们技术 他们那个脱贫板 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2019年 在雷师傅的帮带下 新河县八个黑木耳种植点 共生产出 一百零四万株军棒 户军年收入 增加至少三千多块钱 五百零二个贫困户 全部脱贫摘帽 去年每个胖平均 车辆一百六十公斤 每个胖 七千块钱到八千块钱 所有的收入的农民 自己也就觉得 那心里有一个成就感吧 眼下对新河县的 黑木耳种植户来说 首要任务就是巩固脱贫 大家现在都信心十足 通过现在的涨势来看 这个平均七八千块钱 我们就更加有信心了 我就希望他们能够 把这个技术一定要学起来 我们走了以后 他们还 这个黑木耳这个产业 能够继续做下去 浙江台报道 创意集市 农家灯光秀 这个五亿小厂价 我省不少地方发力业经济 通过新场景新服务的提供 来开拓假日消费 小成假期间 每到华灯初上时 五州小溪街 春艺生活市集就开始了 各种文创产品 让游客们爱不释手 这里的文化领域非常丰厚 然后呢 我看到了许多 平时在别的地方 看不到的东西 东西比较多吧 然后好多手工的东西 我还买了两个二环 这里有花艺 首饰 复古服饰等 五百多个创意产品 为了做好通风 各个摊位间 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假日期间 小溪街每晚客流 都超过了四千人次 夜幕下 朱济城区 长龙唐商业街的 柠檬夜市灯火璀璨 正风换季 铜装摊位前格外热闹 摊主蒋柳娜 耐心地向客户介绍 新款铜装 疫情期间停了一段时间 就现在天气热起来了 人逛的人多了 生意也好起来了 据了解 柠檬夜市目前已有 近百个摊位恢复经营 当地政府也推出了 经营费减免行动 为夜市增添活力 除了热闹的夜市 许多地方 用美美的夜景 来吸引游客 晚上七点 衣乌市方塘村 雨田农旅奇幻灯光源的灯光秀 如期上演 时光隧道 甜蜜长廊 还有航行在蓝色大海上的轮船等 让朴素的田园 变成了梦幻的灯光海洋 那么但是我们往里走的话 我们是每一块都是有每一块的主题 我觉得特别适合来这里约会 看着灯光秀 在吃着红糖麻糍和发糕 这个假期 雨田农旅奇幻灯光源 共接待游客11.3万人次 同样 在杭州渔航平遥老街上 造型各异的各色花灯 半亮了夜晚 这些灯 由当地的灯彩扎制机 传承人承笛身 带队手工制作而成 花费了两多月时间 其中融入了梁竹古城遗址 和平遥当地的文化元素 也吸引了大量周边游客 小长假期间 嘉兴南湖的环城河夜游船上 几乎每般满源 据了解 为发展夜间经济 嘉兴市出台了 关于培育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 未来三年 全市形成100家以上 夜间经济示范名店 夜游南湖 夜宴梅湾 夜赏月河等夜间文旅产品 将逐步推出 想通过夜间经济的一个 引领促进的作用 繁荣我们整个嘉兴的 一个城市的消费市场 也是提升我们嘉兴市民 这个生活质量 浙江台报道 通过采访 我们的记者也了解到 这个假期出游 有些不一样 不少市民避开热门的景区 走进乡村和山野田间 还有一部分朋友 选择了家门口的博物馆 图书馆 带着孩子们互动体验 在京杭大运河边的 首工艺活泰博物馆 有两位游客 正在门口扫码预约入馆 活泰馆每天限量300人 游客们可通过预约 有序入馆体验 我对咱们传统文化这一块 都比较有兴趣 就是说五一 咱们展馆也有相关活动 想看一下 是不是有自己喜欢的项目 可以参与一下 馆内 不少家长带着孩子 画油纸伞 手绘 刺绣 做竹编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 体验着中国传统工艺 一个是疫情 也不方便外出 第二个小孩子们 这种活动也很受益的 五一期间 太湖博物馆 也是亲子游的热门打卡点 广场上 一辆辆造型可爱的卡丁车 不时地从跑道上呼啸而过 这是太湖博物馆 最新增添的游乐设施 五一期间 给孩子和家长们 带来了不少乐趣 今年五一也很特殊 也不能到别的地方去 锻炼他的胆识 运动能力 协调能力 我觉得蛮好的 田间自然学校 是嘉兴凤桥镇永红村的一张名片 由农活体验区 亲子耕种区 动物喂养区 传统文化体验区 采摘休闲区等组成 家长与孩子们一起动手 在户外也吹烧烤 土造烧饭 享受亲自时光 几个小朋友一起来的 烧烧烟米饭蛮好的 上午 一批批游客 来到孙家村的田园农创园景区 在这里的池塘 钓龙虾玩游戏 大家在棱棚下喝茶 聊天 很是惬意 防止人流聚集 园区推出分区块活动 和分批措施游玩 比如上午中 上午下午 包括晚上 三个场次来进行活动 那我们在活动的过程中 也是分区域的 以此来限量 然后呢 尽量让人流进行分散 浙江台报道 浙东地区深厚的地理条件 和浓厚的历史人们积淀 给浙东山水注入了灵性和内域 今天啊 请您跟随主播的脚步 去浙东唐诗之路 来走一走 浙东唐诗之路 从古城绍兴出发 自靖湖 向南京 曹娥江 沿江而行 入浙东明溪 速江而上 经新昌的沃江 天母 最后至天台山 石梁飞铺 一千三百年前 李白 杜甫 白居易 孟昊然等 四百多位唐朝诗人 一路再久扬帆 积极高歌 留下了一千五百多首经典唐诗 白云环字散 明月落谁家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山 坐落于上于西南部的上浦镇 自古 以地处古筷基 郡东部为名 是古代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驿站 东京名师谢安曾长期隐居于词 东山再起的典故 家喻户晓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诗人名诗 至此聚会 事先李白的 以东山二手的名句 更是体现了历代文人默克 对东山的向往 在我的认知里 有很多诗词都起源于东山 然后今天想来看一看 把现实和诗中的情景结合起来 感受一下诗词的魅力 东山江边山壁间 有一形如手指的巨石 李白在诗中叫它谢安石 又叫纸石 顾名东山纸石 景区内则有谢安墓 太傅慈 将军石碑林 国庆寺等众多景点 无一期间 东山景区对游客免费开放 游客可在这里 重温昔日东山雅籍 此行不畏炉愉快 自爱名山入善中 这里是圣州市挺湖城市公园 坐落于山西之畔 诗仙李白的一首《秋夏经门》 使这一代成为历代文人末客 永善游历圣地 据记载 挺湖就坐落在诗仙李白 当年吟唱的山西边上 东晋王子游选 夜访戴魁曾停照于此 挺湖因此得名 并流传了成性而来 性近而返的千古佳话 现在的亭湖有六公里长的骑行绿道 无一期间游客若来此地游玩 可以乘坐电梯到达运秀阁顶上 俯瞰全岛 在线山西运秀翼 欲霸不能忘的诗化亭湖 山水盛州 天母连天向天恒 是把五月演赤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途经天母山的绘树林段 诗仙李白的一首《梦游天母营留别》 让天母山成为了无数文人默客 向往之地 天母山坐落在新昌东南 由拔云间 戏间 大间等群山组成 是一片连绵起伏 气势磅礴的群峰 山脚下的南山村 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落 这个唐寺文化 就是跟我们南山的民族文化 是像结合 85岁的王岳庆 在村里是出名的岛马祠高手 他抡起石锤 有力地砸在糯米饭上 石锤在石旧里的一起遗落间 糯香扑鼻 我们这里风景好 空气好 很满舒服 这个模式是传统的美食 这个五一假期 天母山脚下的南山村 还为前来的游客 准备了一些传统手工业制作 编草鞋 磨豆浆 倒麻子等 十多项体验活动 隆隆凤雀不肯住 飞腾直于天胎去 天胎的大瀑布景区 位于天胎城区西北方向 距离城区仅有数公里 失先礼白的一首 琼台庙宇家具千秋传送 天胎山大瀑布景区 位于天胎境内的 同百山西路 主体大瀑布总落差325米 最大宽度90米 是个罕见的高落差 清水梯级瀑布群 天胎山大瀑布 自古就闻名天下 赤城峡起而建标 瀑布飞流已借到 东晋大文豪孙辍 在其游天胎山副理 把他同赤城山 定列为天胎的地标性景观 吸引了无数文人默客 来此寻忧懒胜 就很像以前课本上 学到过的那句诗 飞流直下3000尺 那种给我的震撼感 这个无依 是天胎山大瀑布 试运营之后的 第一个小长架 如果觉得在地面上 看大瀑布还不够刺激 游客们不妨尝试 坐上滑翔伞 从空中观赏大瀑布的 壮丽盛景 浙江台报道 今天下午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召开新闻发布会 会上国家卫健委 新闻发言人 米蜂通报了 最新疫情情况 他介绍说 截至5月4号24时 全国已连续两天 没有新增本土确诊 和疑似病例 5月4日 5月4日 5月4日0时至24时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 1例 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 无新增死亡病例 5月4日 全国连续两天 无新增本土确诊和疑似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87例 占上一日 现有确诊病例的近五分之一 今天 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 各地迎来返程高峰 应始终做好个人防护 关注身体状况 保持适当距离 减少人员聚集 5月4号晚上 中国工程院院市中南山 视频连线美国 俄罗斯等地的留学生 为他们答疑解惑 接下来的快问快答 为您梳理中院市 对海外学子加强防疫 提出的建议 蚊虫叮咬会传播新冠病毒吗 蚊虫叮咬可传染多种疾病 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 新冠病毒可通过蚊虫传播 新冠肺炎是否有后遗症 只要没有基础性疾病 患者可以较快恢复 包括肺部纤维化症状的恢复 所以患者后遗症并不大 留学生如何加强防疫 第一 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第二 多人共同居住时 共用厕所 厨房等公共空间 要加强消毒 回国行程中如何做好防护 第一 回国前最好先做核酸检测 明确身体健康状况 第二 全程注意防护 戴口罩 勤洗手 第三 回国后按要求检测 即使确诊也不必恐慌 好好休息并配合治疗 浙江台报道 下面来关注浙江天气 从昨天夜间开始 我省有明显的雷震雨天气 杭州南部 金华西部 渠州 离水等地区 发生了短时暴雨 雷雨大风和强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 今晨 浙江多地迎来强降雨 并伴有强雷电和大风 气象专家介绍 五一期间 我省以高温为主 暖湿气流逐步增强 当与北方的冷空气交风时 形成强对流天气 今天的情况就是这样 底层的话 我们感受到了温度很高 但是高层就是五公里以上 还有冷空气在向南侵入 所以这样的话 高层冷 低层暖的话 就形成强烈的不稳定 这就产生对流的这样一个条件 就会伴有短时强降水 雷暴大风 甚至冰雹这种天气 这股强对流云团 自西向东影响我省 依次经过渠州 杭州南部 金华等地 截至上午10点 曲州 杭州大部 里水西部 湖州西部 金华西部出现大范围降水 截至11点 全省共发布雷电 暴雨 大风 大雾等各类预警信号 90多条 其中杭州发布雷电橙色信号 和暴雨黄色信号双预警 但随着对流云团迅速东移 我省强对流天气 今晚将逐步减弱 明天开始的话 全省大部的话 基本上就除了正南南部 这一带有一些弱降水 其他大部就没什么降水 但是新一年降水的话 从明天后半夜又开始 这样的话 7号在中北部这一带 还是会有一些小到中阵雨 或雷雨这样一个天气 后期的话 在10号之前 还是多雷震雨天气 浙江台报道 5月6号零时起 收费公路将恢复收费 据了解 高速公路恢复收费后 将迎来系统的全面优化 一方面 分段即收费模式调整为 一次性汇总收费模式 不再出现多记多扣 分次扣费 漏收补扣等现象 其次 高速收费通过全面排查 和规范银行扣费短信 确保一次行程 一个账单 一次扣费 一次告知 ETC助手办理用户 可享受通行记录通知的福利